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说现在有些事 就是尽量一次过这样投入 因为这件事是一个持久战 如果现在是全部 所有的资源投入去帮公司来说 我们其实要想清楚 跟着来那段时间会如何 以往这些疫情 是以年计才过去的 不会以月计的 我很相信政府作出每一个决定 都是有它的理由 不过要看看 记得我们在沙士的时候 是五年之内 我们将我们的储备用了四成 如果我们现在是有一万亿 如果我们今年 我们的储备用 是超过两千三千亿的 那这个是两三成的 你不会说今天看到这件事 我今天就处理了它 那就不要管以后是怎么样的 是要找一个平衡的 没有一个很完美的解决方法 现在你看到那个trend是在下跌 但是那个跌幅是多少 没有人知道的 看不透因为它也同时有个QE 那它在QE那里就买了很多 capital 很多liquidity 进入了它的市场里面 那它们追求回那些assets 都是没有增加到的 那如果你是多了liquidity 去追回这么多goods 按照计划的价钱应该是很强的 那它在马上就能够 那么就是这很难偏 做第一个活动 几乎是很难的 那我来说 你不能在地上 你这个带大 所以我去做